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壶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9月11日凌晨1点 苹果2019新款iPhone将正式发布 预计将拿出三款iPhone 命名分别为iPhone 11,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 Pro Max 比较让人惊喜的 老当鼠轻一色3000mAh加的电池容量和Pro机型对手写笔的支持 屏幕最大6.5英寸均砍掉3D Touch 后置三颗1200万像素镜头是本次卖点 根据苹果这次发布的邀请函 新一代iPhone XR或将搭载全新的颜色紫色 一个使用黑色三星Galaxy Note10 Plus用户表示 自己平时使用非常爱惜 甚至微信机贴上了背膜 但两周后手机边框还是出现了掉漆 原先在三星的官方宣传片中 手机使用的是铝合金相关宣传影片通通移除 对于陆续出现的Note10边框掉漆实践 三星官方还没有任何回应 谷歌宣布对安卓品牌进行重大改变 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可访问性 一家7 Pro或与Pixel三手机将在9月3日收到安卓时正式版更新 精力手机在精力一系列的变故之后 市场份额大大减少 同时由于长时间没有发布全新的智能手机 也被消费者逐渐遗忘 不过在近日精力突然通过某社交平台发布了全新的M系列智能手机 M11和M11S 近日全周一男子被共享单车起诉要求支付2万多元 原因是该男子在去年5月租用了一辆共享单车后没有归还 而且还把车弄丢了 不过在赔偿了1800元之后 现在双方已经和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一定会cip mas能出现的 所管制行正式方向 。 1号 0号